中国女排目前已经抵达香港 对于这支奥运会三冠王来说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拿到奥运会的门票 在美国女排和塞尔维亚女排 相继公布奥运会大名单的时候 我们还在为奥运会名额努力 这不免让人有些心痛 不过排檀没有长青树 当年的日本女排也曾无怨奥运会 所以我们要对中国女排有信心 在香港站 主教练蔡斌接受了CCTV5的专访 执教三年以来 我们很少听到蔡斌去主动承担 球队输球的责任 而在这次专访中 蔡斌也对输给日本和意大利罕见懒责 不得不说她成长了 不过相对于郎平在输球后第一时间的道歉 很显然蔡斌还是晚了一步 然而有改变就有希望 对于朱婷的情况 蔡斌也是做了详细说明 她认为朱婷现在伤病可控 和二船的配合不错 所以在香港站 她承诺会让朱婷更多的首发 这其实也是众望所归的事情 很有可能 这是朱婷在国家队奥运会征程上的最后一务 而不可否认的是 她的确是中国女排主攻线上的最强战力 拥有最强的经验值 或许让她和郎平一样 以后转型做教练才是她最好的归宿 因为她不仅热爱 更因为她是无可替代的 首先在澳门战的比赛中 世界级主攻朱婷一直被安排在替补席上 没有太多登场的机会 尤其迎战意大利女排时 中国女排大比分比赛 而朱婷在场边眼睁睁看着球队输球 却无能为力 这一点激起了很多球迷的愤怒 主教练蔡斌成为众矢之地 很多球迷甚至要求蔡斌下课 关于之前冷落朱婷的问题 主教练蔡斌表示 接下来会在香港站的比赛 多安排朱婷首发 登上让她带领球队取得好的成绩 并且表示 中国女排接下来的目标 就是努力冲击奥运会 为国争光 很显然 主教练蔡斌听到了球迷的建议 也做了调整 亡羊补牢还没晚 除此之外 蔡斌还透露老队员丁霞 在这一次的征战过程中生病了 到现在都还没有恢复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女排 会把徐小婷征召召过来的主要原因 最后 蔡斌还明确向中国女排的球迷道歉 并且表示 外界的批评都是希望中国女排变得更好 他也说 会一起努力保护好中国女排每一名队员 这次迎战德国女排四个对手 只要中国女排大比分 打败德国女排和保加利亚女排 就可以拿到奥运门票 希望朱婷和蔡斌 他们不负众望 顺利达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败德国女排